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的波羅 我們今天來磨刀 這個是我平常目前主要在做用的生存刀 但這把刀已經用了一段時間 前面刀刃的部分 有些部分已經開始有點缺角了 有點缺角了 風力度有下降 這邊是沒辦法割紙的 斜斜的 風力度下降很多 所以我們現在需要來做研磨 那我之前打磨用手工的 那其實我今天要用這把 其實已經買一段時間了 叫做Workshop 它其實就是一個簡易的殺帶機 然後它這邊可以調角度 所以它這裡有一個專門用刀子的字句 刀子呢是從這個地方 這樣子劃過去 它可以固定角度 這裡按下去呢就可以開關 這裡開關可以扣住 這裡可以循環 這個地方呢可以循環它的最高轉速 右手可以這樣子 所以可以很慢 所以可以避免轉速過快 接下來我們來設定角度 這把刀呢大概是在20度左右 因為它是生存刀 它太力的話容易崩 耐用度會下降 那當然我們在磨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磨完一遍 看這刀的光子來判斷 現在大概是幾度 現在摸個20度 現在磨的光澤呢大概是在 20度差不多 在刀鋒的前緣 所以20度可以 好繼續來做驗 那研磨的過程就是一左一右 刀鋒的尖鋒像這樣子 你如果一直磨一邊的話呢 它會不會這樣翹起來 所以呢 風力圖就會下降 所以一左一右 保持左右兩側它不會有反擊 測試熱力度呢 我一般兩個方式 一就是割毛 嗯 還不行 手毛還割不起來 測試熱力度呢 我一般兩個方式 現在已經磨到可以剃毛 我們來試試看 好 這樣代表已經磨到最刀鋒了 那我們現在更換比較細的砂紙 比較細的砂袋 這把可以做最後的拋光 好 現在鋒利程度已經夠了 雖然沒辦法到直直下要斜斜的 但是我覺得這樣已經夠了 畢竟是一個20度角的一個 畢竟是一個20度角的生存刀 不是一個雕刻刀 那這邊有些鋸齒的部分呢 抹不到 所以它有一個最軟的砂袋 可以撕入這個鋸齒 那這邊是要用的 然後切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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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收看本集的影片 這是我對電動磨刀機的簡單分享 整體來說呢 我認為是推薦的 如果你常常做戶外活動的話 電動磨刀機其實是滿方便的 因为在野外的时候刀具消耗比较快 常常有时候可能敲到石头啊 或很容易敲到硬着木头啊 很快就不锋利了 所以之前我用可能是定脚的磨刀器 或者是一般的磨刀底石 这样磨起来太累了 所以我目前都有相当定的磨刀器 可以省事省很多的力气 谢谢收看本期影片 那如果对磨刀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再留言给我 再尽可能回答各位 谢谢拜拜